学家丹西芬 在Facebook第2次发文 说通知国民党的议员林涛 论文是超的 就要出来和这个卖年后 发起这样的对林涛的攻击 我真的觉得是输不起 林涛理工理工理 说政党业部长陈吉仲 研究报告是超的 提供加仗非奔罪 一生破锅剧押55天 但是日前高院撤销 原本的破锅该破不罪 但是文就说林涛无人超 但有想说林涛理工一三年 高通大学器官设施论文 涉嫌超一个中国留学生 2,000控告年 在英国罗夫报大学的普通论文 这两批论文 林涛第九业到第十业 跟中国学生的第54业到55业 还有第十一业到第44业 都是等几句而已 其他都同样 在第十业到对方的第55业 仅仅开始那几日没同样而已 林涛的论文参加的文献 选择这个中国学生的名 跟他所作 就是无助兵任何的出处 教书是说社署里面 谁说都没停睡 就是操没停 整篇照操一日也没努力 是一个都没信用的人 有人说他是不是要拿出政策 也支持教书继续调查 这个案子在2022年就已经三级三审 而在2023年的1月对外直接公告 洋民交代 林涛的论文是无色抄袭 林涛说他的论文早就通过心扎 民进党的议员是提示说 要想法高红安的下注 林涛你是不是对自己的论文没有信心 如果贸然对陈十分教授来提告 会绕得跟高红安一样的下场 因为高红安就是对陈十分提告 结果被他反告诬告 并显判刑十个月 民进党的议员也是很怀疑 但到收视说 还有资料还没公布 论文没什么英勇的来玩 就是炒的 民視新闻综合报道